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大家好 小鱼今天又来和大家唠嗑了 17号的星光大赏 不知让多少人梦回去年的那个夏天 昨天有大神又拍到了几张高清大图 仔细看 蕾子腰间挂的这件配饰 竟然是露丝的天蝎座 当所有人都默认蕾蕾是一个人走红毯的时候 没想到蕾子在众目睽睽之下 带着老婆不仅走了红毯 还顺便领了个奖 难怪这次赵金麦妹妹没来 当时走红毯时看到别人要不就是跟着剧组 要不就是小情侣 成双成对的只有蕾子是一个人 还感觉有点可怜 谁能想人家也是在悄悄营业呢 正是用了粉丝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最亲密 所以不敢太亲密 当看到露丝目送蕾子离开的那一刻 是思绪直接被拉回到去年的那场宝格力晚宴 同样都是回头声望着对方 我想把你叫住 叫你别走 但是我们不能这么说 两人一起经历四个年头 蕾子看露丝的眼神 从一开始的坚韧到后来的深情 遭到后来的释怀 我想这就是有些人看出来的毕结局 前几天不是甘肃地震了吗 全国各地都开始献出自己的一分力上位 明星艺人当然更要守当其冲 这才是偶像的力量 愿爱一眠长 愿深情不负 愿踏过荆棘 走遍山河 归来依旧无尽热恋 北京时间2024年1月13号在北京举办的微博之夜 到时候的阵容可能比星光大赏还要豪华 大家有条件的话也可以为自己的喜欢的人投一票 其实王安宇已经尽力了 当天赵露丝和神影剧组一起亮相走红毯时 王安宇非常绅士 一只手从后面护住赵露丝 一只手在前面引路 而当天吴磊和赵露丝并为同台 也只是吴磊看赵露丝的一个眼神 就让CP粉直呼嗑到了 甚至还有人嘲笑说 王安宇红毯上的绅士行为好呆 尬到抠脚趾 这次星光盛典 吴磊荣获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年度卓越一人荣誉作品 在暴雪十分也斩获最受期待作品 吴磊领奖发言时 镜头却切换到台下的赵露丝 赵露丝换了一个造型 又披上毛衣 在滤镜的作用下微笑着鼓掌 眼神十分温柔 其实镜头没有切换到赵露丝的时候 他也一直盯着吴磊 目不转睛 眼神亮晶晶的 仿佛有星光在闪耀 昨晚星光大赏那场 吴磊在台上发言 道波切了赵露丝两次 赵露丝起立为吴磊鼓掌时 他的目光紧紧跟随 仿佛整个星光盛典只属于他们二人 尽管周围还有其他的剧组成员 但吴磊的目光始终停留在赵露丝的身上 他们之间的默契让人印象深刻 赵罗斯上台领奖 吴磊的眼神跟着他的脚步移动 吴磊在现场和直播镜头中的眼神变化 激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他看向赵露丝时的眼神 充满了温柔与深情 与他看待他人的冷漠和高傲截然不同 尽管关于两人是否真实情侣尚未得到确认 但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和真诚却感动了很多粉丝 从彼此的关切到互相鼓励 他们之间的默契似乎告诉大家 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工作伙伴 无论他们是否公开另请 吴磊和赵露丝都是星光盛典上的一对明亮的焦点 他们间的默契和目光交流 引发了众人对美好感情的向往 在那个熠熠生辉的夜晚 CP粉们度过了一段甜美的时刻 最近 吴磊在参加某项活动结束后 在机场一段路途中 当他注意到身旁的素人小女孩 可能会被镜头拍到时 他立刻上前一步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镜头 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形马赛克 这个举动非常暖心 在去年 磊子和周宇童一起上好溜 其中一个环节 是每一个男演员都与个没有出镜的女朋友搭档 牵着他们的手 跟着镜头一步一步的走 其他人的表现都比较正常 唯独吴磊被何总调侃 像是在牵一个老太太过马路 仔细一看可不是吗 不仅身体上的距离有一名人 就连牵手都牵得特别的委婉 搞笑的背后 也看出了吴磊对于女性的尊重 即使对方只是一个素人 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大明星的身份 而做一些小动作 而且这个片段如果不适合 总提醒导播切出来是不会被我们看见的 所以就算在镜头之外 吴磊也异常地注重分寸 比那些表面绅士手可强多了 到了接下来的游戏环节 节目组规定每一位男嘉宾带一个女嘉宾 并且共同演一段浪漫的偶像剧情节 沃雷当场就有点意外 下意识地跟何炯说 戏里怎样都不行 戏外真的不行 对我来说挺为难的 何炯听完尖尖地笑了 此话一语双关 也正是这句话 打了娱乐圈那些他方男明星的脸 有些男演员戏里演得深情忘物 甚至将情感延伸到了戏外 在做宣传时 为了营造CP感 做一些过于亲密的主动 却全然不过女生的感受 源于吴磊的那句话 没有分清戏里和戏外的区别 没有意识到即使自己是偶像 也需要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 吴磊在《长歌行》中 饰演的阿笋一角色给人印象很深刻 阿笋善战是草原上的狼 吴磊自己调侃阿笋是草原猛男 现实中的吴磊也很阳光 然而却是个沙雕 吴磊过路站桩姿势登上热搜 别人都是从旁边走过去的 吴磊则直接跨过去 动作有点莫名的搞笑 这是什么沙雕 小日常 还是变着法的显示自己腿长 而且这不是吴磊第一次这样过路站桩了 这种沙雕行为莫不是偶尔 而是常态 说好的草原猛男除了日常的沙雕行为 吴俩还是难得 实际学者在采访中吐槽拍杂志的衣服太漏了 还坚定地说 我说这不行不手 难得 说这话时的动作 语气和表情真的是又认真又好笑 好奇他是怎么做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作为难得学院优秀学院的吴磊 难道忘了在长歌行中阿笋受伤 逛着上半身 让长歌帮忙复药的场景了吗 除了吐槽杂志的衣服 吴磊平常在活动和影视剧中的穿搭 也是用行动来搞笑 在2019年央视春晚 吴磊和秦岚 景田 江书莹以及TFBOYS一起表演节目 我们都是追梦人 结果所有人都穿红裤子 就是为了一个人穿了黑裤子站在台上 十分的明显是所有人都约好了穿红裤子 就不告诉吴磊吗 长歌行剧组上快乐大本营剧组 所有人都穿了马卡龙色的衣服 连主持人都穿了马卡龙色的衣服 就吴磊没穿 是不是所有人都约好了穿什么衣服 忘了告诉吴磊 吴磊内心OS 大家步伐变得太快了 我跟不上 以后统一穿什么类型的衣服 告诉我医生好吗 吴磊阳光大男孩的形象 加上沙雕本质 不会让人觉得违和 反而会觉得很可爱 看一眼阿施乐笋之前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他不太适合这个角色 因为阿笋是那种比较硬气勇猛类型的角色 吴磊之前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比较阳光乖乖的形象 不过吴磊的阿笋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吴磊太配了 他把阿笋养活了 这离不开吴磊的努力 他望为了角色和剧情需要健身 使自己更加贴合角色形象 吴磊情商高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迪丽热巴对他说 真的是对不住你 还要演你喜欢我 我喜欢你这种桥段 真的是太对不住你了 结果吴磊说 没事啊 你嫌小我嫌老 吴磊真的是又暖又高 情商让人与他相处会觉得很舒服 沙雕本质能给人带来欢乐 吴磊明明可以靠才华 偏偏要靠沙雕 你喜欢吴磊吗 如果他和赵露丝在一起了 你会祝福吗